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好 那这时候 其实马真人也快过世了 他就是在61岁这一年过世 这一年都过世了 然后呢 他就说 大定23年 61岁 王怡先生来到这个放明俗案中 请为弟子 那么殉道为林英子 那怡中将马真人的诗文 结成成丹阳真人语录 有传世人 四月化缘到了福山 六月初呢 黄县道友居请居住 金玉庵 当时道庙的主持都枯萎了 马真人念咒祈祷 枯萎的主持又复活了 道友又在庙里心众 小松树六棵 当时夏季大热田 小松树变色枯萎了 马真人三次雇气 小松树又活了起来 十月化缘之阳 十五日文灯作教法事 崇阳帝君坐在 白龟莲花座上面 居然在空中 然后县长这个 这个要问他怎么念 泥标是不是 泥标府 以及全县地方官 跟乡民 不能看到先言 大家都称赞不已 这是从古道基 难得一见的显化事迹 十二月二十二日呢 真人居住来阳 旅游先公 天公有打雷声呢 这一个雷声 响彻云霄 马真人卧佛 多莫佛岁之先世 享年六十一岁 那么呢 邱长生呢 跟王玉阳两位真人 就一起 去帮领他的丧事 守焚百日 之后各自回去修行 我相信这些写的都是真的 因为 他连小松树部 这这么小的事情 都写得这么清楚 我觉得这应该是史实 他写得很细 那么呢 这个大定二十四年 一一八四年 正月十八日 刘长生 他就是第三任的 全身教教主 是刘长生 第二任是 这个马丹阳 结果就给刘长生 接管全身教教主 那么刘长生接管之后呢 他也是在主持 那个马真人的这个 商礼 他在这个 兼阳将守敬家 做教法事 他中午的时候呢 竟是这个刘少主 亲见到崇阳地区 就是王崇阳 穿着天庭的官服 在云中出现 那马真人就 头发绑了三个马尾 然后身穿白色衣服 在一旁服饰 这个房又多达一个字 可以去掉 那两人在云中显化 过了一阵子才离开 那五月呢 发生大旱灾 十一日呢 这个登郡太守 请刘长生 真人 祈宇 海事圣楼又出现在主岛 第二天晚上呢 马真人又显现在这个 印仙桥的西北方 那么身旁有仙童服饰 云姓等二十一人 都亲眼看到这件事情 那一天就下大雨 结出了旱灾 马真人之后的 陕西的全镇地址 都以中南为主庭 想要把马真人的仙谷 移到刘蒋村 山东地址 则宇 马真人本是东谋人 行礼将他安葬的是 刘长生与王玉洋二位 真人所主持 最好不要移动 双方各把持自己的意见 互不相好 我觉得这很糟糕啊 全身地址不好休息 在抢这个东西 你看 对不对 好 是不是 然后呢 他们还说什么 异县的门徒 还怀疑是 陕西门徒 偷走仙谷 这个 这个史料写得好清楚 那个以四年呢 公元一二四五年呢 正月二十四日呢 现场这个 刘公 开关检查 就发现这个 马真人的容貌 好像生前一样 肢体柔软 于是请人呢 解法更衣 至九月的时候 再以十冠安葬 马真人有 动弦境遇及 建物及 丹阳神观唱 丹阳语录 那丹阳神观唱 是他的最后一本书 就是他正德法身的书 所以 你可以好好看 那丹阳语录也很重要 口诀都在里面 好 在后面这个论是 这个仙传他的总论 我们把它念完 他说 丹阳真人出生在富贵豪门之家 成长于富家子弟一类的公子哥们 如果没有 崇阳祖师东来右路道门 他一生也不会成为精血宗师豪士 而无缘得文大道 故丹阳真人有诗说 崇阳祖师您的恩情我难以报答 我只有发誓 就算是时代闭关房 我也要正德法身 这个不是乱讲的 这本书的228页 228页如果有带的人 可以翻到228页 228页 我有把这把诗 228页的建物集 他那时候要去闭关了 建物集里面 如果有带的话 这本 对枕头书 228页 在这边也有 我认识这边念好了 好 请师兄下来 这建物集就是他刚出家的时候 写的第一本书叫建物集 好 那时候他决定要修道了 他是什么 酒色财气都要断掉 然后呢 好 这边 他发誓 誓死赤脚 下不饮水 东不向 这是他这个时候是 闭关他立的誓愿 是从建物集里面开始发愿的 我今誓死还堵内 下绝良全 东壁红炉 任正丹炉水火源 施恩欲报 勤修养 炼拱喷迁 行满公园 做个蓬来赤脚仙 这个时候是他发那个大愿 他要赤脚修行 好 就 这就是他说的 他 他要发誓 就算是死 他要死在闭关法 也要正德法身 誓死这样 那反过来说 全真教如果没有 马丹阳真人呢 从阳真人如何明灯先板 中的之位古仙 能够被世人已经知道是很细 因为从阳真人只有两年的时间 两到三年时间 对话 马丹阳就离开了 好 那么呢 中离全呢 人家可能也不知道他 跟吕存阳两位地军 可能就会像赤松子跟殷长生 这些真人 人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神仙 也不知道他到去哪里了 更怀疑是文人笔下创造的故事 如果没有马丹阳真人呢 世间怎么能够知道 他们真正的事迹呢 按照从阳帝君 陈仙妃生以前告诉弟子说 丹阳已经得到 长生 长生已经知道 我不会担忧了 邱长生与邱长春 则还没有悟到 能够开悟行大道的人 如果之前没有得到的人 常常跟他耳提面命 那他还能不能成道呢 实在是无法想象 所以唐长生 刘长生 邱长春 虽然名义上是 从阳祖师的门下弟子 其实真正教导他们的是 马丹阳真人 所以说他们是 丹阳的弟子也没有错 好 世卫真人呢 这个孙不二援君 也是得到马丹阳的口传新寿 好 这个口诀我们可以看一下 很重要的 在229月 就是在下面一点 他给 因为有两次他不是来找 不是他来找 是孙不二找他 不是问两次吗 他怎么休息 然后有一次是 他给两次口诀 这个口诀可以看一下 229页 好 有一个叫做正孙姑 就是给顺那个孙不二 好 我们再往上一点 我们把这个画个重点 以后 闭关 可以 这个很重要 因为 孙不二的根气 在这里 孙不二根气 但是他 就修行没有 就是没有口诀吧 或是没有那个重点吧 所以修了很久 但是马丹阳他有 那个从阳帝君说 他已经知道了嘛 他已经悟到了嘛 悟到人讲的话就很重要了 好 郑仙姑 第一次口诀给他 奉劝 孙姑修大道 时时只把新田扫 这很重要 我们说那个八四新田嘛 所以他一定有看维师中的书 这个就很重要 那个念头要把它扫掉 这很重要 这匠心嘛 这就是匠心的 这是吕主说的匠心为不为 杀了三师并六 这个三师就是三师虫 道教有所谓的三师虫 就是彭桥彭举跟一个彭子 三师虫 并六号 无烦恼 就是把你的无名万想都扫光光 你就不会有烦恼了 这很重要 因为女孩子烦恼心很多嘛 然后呢 长青静静之玄奥 然后呢 修问一名如以照 你不要问我什么是如什么是照 你只要呢 把这些烦恼都扫掉的时候呢 冲和上下通颠倒 这个冲和上下 应该就是这个小周天 呼吸跟这个小周天 逆命三观上来 冲颠倒 然后呢 千拱自然成至宝 非常好 霞观 触碰归碰倒 所以我觉得这个三师很重要 这个口诀就是 烦恼无名这些都要把它扫掉 才有办法练得起来 这跟那个 九节行动讲的一模一样 练几功夫一定要够 不然练不起来 好 第二个口诀 再跟大家提一下 237页 237页 有一个 有一个正亲信散人 好 我们那边打237 好 这个师也很重要 这个是第二次他来找 这个马丹阳 那么呢 马丹阳又给他口诀 哈斯以下告诉他 一则将心灭意 讲得够清楚了吧 将心 跟女主讲的一模一样 将心 女孩子要修丹道 第一个 将心灭意 第一关 没有过的 没法修的 第一关 第二关呢 绝律忘记 各位师姐 闭光帮 等等你们 好 第三个 借说是和非 因为女孩子 三姑 三姑六婆 可能 这个很重要 这真的很重要 口诀嘛 第四个 陈情战起 因为女孩子 都会被情绑住 比较多嘛 所以这四个 其实就蛮难哦 再过来呢 你这些如果做到了 第五个 你就会完全神气 因为你就没有 任何的阻碍了嘛 你的气就通了 你就可以气就通了 就可以开始 得要才 才要得要的 六 慈坐无尾 七 功行两无亏 还是要立一些功德 八 德防 超凡出事 那我的理解呢 这个一到四 全部就是足迹跟练起的功夫 我的理解啦 我不知道对不对 然后请老师补充 这都是足迹练起 后面呢 这个完全神气 整个就是 后面的第三个到第九个 练碰热那些的 好 这是两个口诀 蛮重要的 那很多人都说 哪有口诀 口诀在这里 但是我们做不到 不然就看不懂 好 再回到 我们的那个八十五页 好 孙博恶援军 也是亲事得到 马丹阳的口传新兽 就是短短的两首诗而已 所以这里面 几乎很少写给 那个 我翻了很久 我真的很认真翻 哪里有写个孙博恶的 就这两首诗没有了 可见这真的就是口诀了 他没有其他诗了 就没有了 然后呢 这个是不需要议论的事情 那王玉阳真人呢 虽然是独自隐居在铁茶山 然后最后也是等待 丹阳真人 晚东回来的时候呢 得到修正的认可指导 才能够修到成功 好太古真人呢 是全真门中的流浪门徒 一开始受教于王玉阳真人 后来向四位真人学习 一直受到丹阳真人的冷落 唐长针真人的斥责 才努力发奋于沃州桥下苦修六年 证得天仙果位 实话说来 如果没有马丹阳真人 就没有北七真了 丹阳真人实在是 全真教的中流砥柱 在上承受正阳 这个正阳就是钟离权 纯阳就是吕洞宾 崇阳就是王崇阳 三位帝君的胜训 在下开道家万事不堕的 公积伟业 使亿万数的凡夫俗人 找脱三途之苦 后来修行的圣者真人 能够骑证天仙果位 是马真人伟大的贡献 这个应该是慈悲 这打错了 而因为马丹阳真人的大功大德 所以长春真人在水云集中 一直称丹阳为师俗 且有认证丹阳师父与的诗句 那么秋长春真人在大庭28年 奉造之时 其咒请皇上塑造纯阳丹阳 三个祖师的圣像在道观 那么七真之中 都公认马丹阳真人为师父 或是师俗 而公为其下 不敢与他争上 好物意 最后是一个物意 他说 富贵荣华全小可 余生性命天来大 火风地水似福 好把甲驱先看破 这首诗呢 是在这个昆仑无为 清净丹阳马真人的 动玄金玉 这个圈衣的诗词 在45岁那一年 马丹阳真人遇到了重阳祖师 那一天呢 丹阳真人 宁愿喝得明丁大醉 行为豪放不羁的他呢 感叹生死无常 因为壮年的他呢 富贵双全 有妻子而女 已经想尽一切世间荣华 富贵荣华 一般人呢 会坐享 酒足饭堡的富贵生活 那马真人是天生仙谷 他反而感叹 喝得大醉的我 哪里有人肯来扶我一把 让我超脱这人间的气数 就在马真人 若有所感 喝得大醉的时候呢 重阳祖师突然喘进来 马真人问说 你是何方神圣 从何而来 马真人马上一句话批下去 我从陕西千里而来 特别来扶你这个罪人 这个精彩的故事呢 是马丹阳真人 见到王重阳真人的序幕 那么马真人在这个 洞玄金玉及卷衣 要说这首诗 富贵荣华全小可 余生性命天来大 火风地水是福 好把假居先看破 可见修行的呢 要把这个荣华富贵 还有这个未来心 名利心呢 要看破也不容易 因为他就很有钱了嘛 那马真人有智慧呢 只要把这个富贵荣华 当做小事哦 那身家性命才是大事 然后呢 我们首先要能过这一关 才能安平乐道 很多人连这一关都过不了 所以休息没那么容易 所以这句话是马丹阳他写的 所以我觉得这不容易 那么呢 第二个 树立于欲来辟欲 真人夫妇能分离 分离必利欲大道 夫妻舍爱成仙女 王重阳对马丹阳真人 是极为严厉的 自从重阳真人百日闭关后 又分离实话 闭关中的书信晚来 都记录在重阳分离实话 即一书 祖师律劝马丹阳与孙父亲 夫妻要断恩爱 所以呢 夫妻生儿育女后 若是还断不了恩爱的千禅 建议夫妻不妨多读 重阳分离实话即一书 白天重阳祖师出阳神 视线真道 晚上又在梦中点醒生死无常 虽是如此呢 要让大富大贵的马丹阳真人 放下一切来修真 很不容易 一年百日的闭关与分离再三 劝导下 马丹阳终于对重阳祖师 完全佩服而出家拜师 隔一年也就是四十六岁 有一天呢 重阳真人说 马丹阳修道破功 丹阳吓了一跳 问师父您如何知道 重阳真人说 你昨晚偷饮酒了吧 马真人惭愧地说 因为弟子服多了要酒 重阳真主说 你既然这么爱喝人间的酒 就不配喝天上的鲜酒 那你尽量喝吧 但这辈子你只能喝到四十九岁 用力勤桌马丹阳 环堵门门 闭关验针道 烟霞洞消磨业障 喜讨饭倒人我三 这一句话呢 仿佛拿一桶水泼在马真人身上搭行 同年的三月呢 王祖师决定呢 开烟霞洞 马真人也宜居烟霞洞 每日挑水披财 开山早时 辛苦万分 又怀念呢 妻妾子女 孰心不死 那个伪士词之语 阴感这个偏头痛 所以呢 有若这个俯批 痛不可忍 这一段故事呢 是为了磨去马丹阳真人的富贵交度之心 当然故事的绝局我们知道 马真人下山又上山 从此拜师之礼 西征之中只有马丹阳拜过两次施 因为崇阳祖师知道一个人的习气 不是如此简单就可以收射 一定要用力勤捉 再放股归山 等到业障全部陷阱 跪地求饶的时候呢 这才是马真人真心入道 47岁4月 祖师又立马真人自宁海乡中 起化前名 真人曰 叫别个弟子起化如何 于有怨不还家乡 崇阳怒 打之无数 自平淡方子 真人富有退道之心 赖长春真人及时劝阻 出上街 从阳又为真人肿一头小脚儿 然后脸上抹上脂粉 其实真人不怕壮见儿女 只怕壮见倾家 这放打人我三的考验呢 东躲西长 到光明正大的乞讨 完全放下富贵人的身段 马真人写下有一句有名的诗句 这个就是刚才念过 就是杜画那个石 石楚画的诗画 行师走骨有何修 物卫衣餐乱起仇 学我善接长长辈 随缘起化醉风流 马风非爱悲中酒 银耳接前闲斩首 杜日随缘住道场 不饶出药问虎口 无妻无子亦无女 天势逍遥已醒悟 修期翻寸莫曼人 暗中神明长茶炉 浮明浮力上难求 历岁名城卧土秋 不到神仙非小事 平须宫行复营州 真的是学我上街长长辈 随缘起化醉风流 马真人经过四十五岁入道 四十六岁宴道 这个宴就是宴 这个重阳祖师 是不是真的是修道人 那么四十七岁才心性功夫成熟 四十八岁正月初世 重阳真人语化先世 可以说这么说 全真教要完全弘扬大长 全是靠马丹阳真人的辅导 在马真人六十一岁先世之前 马真人用十七岁的时间 接掌全真教第二任教主 毕生弘扬全真 书中说 丹阳已经得道 长征已经知道 长生长春则游未也 长春所学 当一听丹阳 楚旋 长征 当管领之 也就是说 除了王玉阳真人 独隐于铁杂山 跟好大通真人 铁桥 独坐成仙以外 楚旋 长春 长征 长春 长生 不二元金 这五位真人 都是出自马丹阳的教导 王重阳主持 用三年的时间 来教导马丹阳真人 我觉得马丹阳真人 三个愿第一个就是 将师父的全真己应行 第二个 欲与师父守福三年 第三个愿十方父母舍俗修仙 那么出家修行 一日只吃一碗面 修成终身不穿鞋的赤脚大仙 这戏剧妈的人生 如果拍成电影 一定很精彩 那五战云 第一心乞讨与闹事 会见勇猛斩秦师 大仙赤脚 还赌修 仙板留名乡我事 我们今天可能就是上到这个 马丹阳真人的部分 然后呢 有一些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马丹阳真人写的 我觉得写的蛮好的这样 大家可以一起来 看一下